今年张雨琪的热度非常高,从她闪婚到与前夫大打出手,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,但是不管结婚还是离婚,在当时都是大新闻,因为动静太大了,张雨琪从来都是直来直去的脾气,甚至可以形容为暴躁,周星是美人于忠若兰这个角色,可以看作是她的本色出演。 有言有钱有言执孩子带气场,说的就是张雨琪这样的人,张雨琪在立一家庭长大,这种环境让她很坚强,天生就是不好热的性格,不过她发脾气,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,在节目中占张雨琪的表现是很爽朗的,并且有自己的活法,这一点很值得敬佩,比如张雨琪的身材很好, 所以她从来不吝啬,展示自己的美好身材,在别的女性还没有放开的时候,她已经穿着低胸装走红毯了,所以大体上张雨琪的性格是比较不注意别人的眼光的,她底气那么足,别人说破天也可能,只是换来她的一个白眼。 最近张雨琪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,今年她的综艺节目还是比较多的,综艺效果也不错,但是这一道稍微有点严肃,因为跟航空航天有关,除了她还有王宝强,还有吴轩怡,朱正廷这些年轻偶像。 众所周知必须要有很高的身体素质,才能单单跟飞行有关的工作,与航员的挑选更加严格。 节目中有一些比较基础的测试,比如一辆身高体重等,还都是拖鞋量,张雨减量的身高是165厘米,总觉得她长得人高马大,都至少有一米七了。 没想到才要月五,这个身高下,体重就比较让人关心了,最后量出来是49.8厘克,张雨几长着一副营养过剩的样子,没想到,她的体重才刚刚一百斤。 最近张雨几参加维尼秀的时候,她的身材很好,胳膊腿很瘦,感觉她的重量大部分都在上半身,还有还这么凹土有质的身材,还让人以为她有一百一十斤。 固然女明星就是女明星,人不可貌相,看着再胖她们的体重也不会过百的。 张雨几长的营养过剩,但当她至少称重后,终于知道人不可貌相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